大家好 这是我买的一颗这个柠檬树棒棒糖 那么现在呢 已经长出了非常多这个新枝新芽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动作 那么做好这个动作呢 可以让它提早大概一到两年结果 那么是什么动作呢 那就是给它进行这个拉枝整形 那么大家可以看我这一个枝条啊 大家看 这里的话呢 是做了一个拉枝整形的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拉枝整形呢 首先我们做这个拉枝整形的话呢 那么它可以抑制你这个枝条的这个顶端优势 可以呢 减少这个养分的消耗 而且呢 我们这样子把它拉伸出来的话呢 可以让这个植株啊 上面呢 更加的通风透气 还可以让它呢 分伸出更多的这个分枝侧枝出来 让你的这个整个植株的这个灌幅的话会更大更饱满 也可以减少一些交叉枝的情况出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这个拉枝整形呢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个东西 就是一根呢 这种非常韧性的绳子 再加上一个大夹子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拉枝整形的 现在的话呢 像我这个枝条啊 它这个角度呢 就是不太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拉枝整形处理 那么拉枝的话呢 一般要给它拉伸 大概与这个主干的话呢 大概是45度左右的这个角度就可以了 一般就40度到50度左右 都是可以的 我们在这里把它绑住 这样绑住之后呢 把它拉伸下来 在这里呢 夹上这个大夹子 然后呢 把这个线啊 传进去 然后呢 把它绑住 一定要让你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枝条啊 与主干呢 形成大概40度到50度左右的这个角度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看 现在这个枝条的话呢 明显于这个主干的话 大概就是乘一个45度的这个角度 这样拉伸 但是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进行这个拉枝整形的时候啊 一定要在它呢 这个下烧啊 已经长出来 之后呢 我们才能进行 如果下烧没有长出来 你再进行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造成非常多的这个土长枝 那么像我这一根的话 这些下烧呢 都已经啊 开始转绿了 长势还是很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来给它进行的是比较好 那么等到后期呢 它这个整个整个罐服啊 扩大了 长出更多的分支撤支 整个罐服扩大了 那么我们再来给它进行触花 然后呢 让它结果 这样呢 啊 它开的花会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结果也会比较多 而且呢 因为减少了养分的消耗 可以让你的这个柠檬树呢 提早一到两年结果 好了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柠檬树啊 让它尽早提前一两年结果 让它这个株形更饱满的一个措施 我们下期再见